就在本月13日 火箭队球星哈登终于宣布将正式告别休斯顿 被交易至布鲁克林蓝网 请看详细报道 有基于赛后直言火箭状况无法修饰 13日NBA火箭队球星哈登终于宣布要告别休斯顿前往布鲁克林蓝网 根据The Authentic记者Shames报道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火箭与骑士 蓝网和步行者达成四方交易 将詹姆斯哈登交易至蓝网 换来了多个实力球员和选秀权 在这笔超级大交易中 一共有多达四支球队参与进来 而火箭肯定是收获最大的赢家 他们送出了哈登 却得到了多达11人的筹码 具体收获如下 除了得到阿拉迪波 艾克萨姆 库鲁茨三个实力汉将 还将得到一个雄鹿2022年不受保护的首轮选秀权 2022 2024和2026年三个不受保护的首轮选秀权 2021、2023、2025和2027四个选秀互换权 简单的说就是三个实力汉将加四个首轮选秀权 加四个选秀互换权 可以说火箭在这笔交易中赚得满门泊体 对于哈登而言 此次交易也使得哈登与他先前发迹的雷霆队友KD杜兰特再次聚首 加上俄文形成新的三巨头 未来表现看好